我是一個很客觀的人 我不會堅持自己的一套一定是對也不錯 所以在重商之後和娛樂圈子裏的人 我又覺得因為重商的時候我有夥伴 通常都是夥伴去商會和他們去社會 我依然是在這個圈子裏做宣傳工作的事 我又覺得沒有什麼衝突 而且是挺好的一個化學作用 有加我們有很多網上平台 即是公眾社交平台 會下廣告 會有我自己的宣傳 我又會有很多藝人和KOL朋友過來試做 一起做宣傳去幫忙 我們都很善用這個網上資源 平時我的確很忙 我會用所有公餘的時間去陪他 譬如我真的拍了一天通宵 第二天我都未必會睡 我可能下班後會馬上送他回學 我可以陪他的時間都給他 除了真的會帶他出去玩 實實在在物理上的事和他做之外 其實科技產品我都會用 有很多平板電腦或電話 或是他玩的遊戲都會用上科技產品 不只是給他看 而是會一路和他跳 一路和他唱 一路和他玩 其實在正宣傳之後或之前 其實我對接戲都不算有很大的顧慮 因為在電影和電視劇方面 大家看到我的演出不是純性感演出 應該 反而是節目和綜藝可能會 或者是拍一些產品 拍一些訪問的時候可能會比較盛感 但在電影方面其實是比較少一些 我想最盛感應該是 之前有一套賀水片是《月珠月寶》 就是《波波姐》大家會知道 其餘的其實都是走向一些 民藝的路線 我其實想對接戲 我想試一下接打的角色 反而動作 因為我的動作很差 手腳協調很差 所以我很想試一下做一些有動作 或者做一些有反派的角色 除了做一個你們覺得很虔誠的教徒表姐之外 或者是有一些反差很大的角色都想做 我現在正在拍攝兩部電影和一個劇集和兩個節目 分別在不同的平台上出現 電影大家會知道 接下來都會上映 可不可以說名字嗎 其中一部是《不是你不愛你》 我終於跟葉延芯導演合作 一部是《愛情小品》 裡面的角色都挺好笑的 我會跟段水流大師兄林國斌做夫婦 另一部是《ViuTV》的劇集 《總鴨凡》 這集其實是做了一個 我很想做 很多年其中一件很想做的事情 為何我會入了這行 其實是我自己很喜歡病 可能是我很喜歡看動漫 或者很喜歡看超次元的東西 直至到自己原來很想在這行業裏 試做不同的自己出來 例如古裝 可能是打鬥的角色 現實我做不到的事 想在這行業裏做得到 所以《總鴨凡》中 我是一個咒術師 我懂得符咒 鬼都要聽我說 很厲害 應該要明年才可以上 另外那兩個中藝節目 其中一個是賽車 都是一些運動類的東西 另一個是要一連串的《Tracking Combo》 再加一個側手 再加一個口胸 在這一個月份 實現了我三個願望以上 A 因為我喜歡駕駛 還有包括有些動物園 水族館 可以帶他去玩 因為他最喜歡看動物 B 用寶寶話和他聊天 接著捉著他 不斷擺來擺去 跟他玩 轉移他的情緒 我全都要 我兩樣都要 美容辦也想做 親子生活也想做 都想分享和寶寶開心的時候 最失奇 PCM已經出現了 Coverface由我裝運程 大家快點去買吧